我多严实 我们俩买了点这个菜 买了条棉库准备回去 太冷了这个街上 马上就要快夕阳夕下了 大风河呢都已经结冰了 这上面 往上下边就黑了 是的 这上面还冒烟呢 视频就不知道能不能凑得出来嘞 行 往上边冒烟 我们俩也在回家路上 一会儿就要到家里了 你搁画边哪儿的 动成这样的事 就搁画边的 就是那个摆都不动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人动动不不都是通缸的 先看 要不接不下来都一起了 看啥 这 哎呦天还没好点 看这个大豆腐冻了 哦 他是把这个冰切 那个切了 然后里边盛那个冬豆腐了是吧 咱咱呢 要不行的话 一会儿就直接扔锅里得了 就整个往锅里一扔就炖了得了 行不行 你爱吃冬豆腐吗 我听着那切杆子了 切杆子了 切杆子 切杆子 有点相似哈 整好豆包 把它给整出去 豆包还挺好呀 这一锅豆包 就这样 让它凉了就好了 凉了就好了 有朋友会说这是南方大汤圆 我叔在厨房煎干粮 小鸡就只能在这儿 切菜了厨房太小 东北万能大炕神奇的大炕 来客时会客厅 吃饭时吃餐厅 睡觉时就是卧室 厉害不 包包真丧失呀 一点都不带挑的 他可爱吃白菜 包包来 小心点 白菜心的吃 他瞒了八菜都在这儿 干啥呢包包 过分了 你看那俩大爪扒的 你起来包 你买了吧 扒了还要 我们做饭呢 东北小洋葱 东北最爱吃的茅葱 干蒸好一个包呢 放这儿晾晾 晚饭留着吃 先来点葱花 爆炒一下是吧 茅葱糕里头 不早不早 我们这儿是 四点天就黑了 现在吃第二顿饭 正好一天两顿饭 三点半日落 四点天黑 乱炖 最主要的就是水的夹构 要不然会糊涂 就这样化不开了 时间不够 今天应该提早拿出来化 都是冰 就这样扔锅里的了 哎呦怕我脸 不是 你这上面有冰 这干 这冻豆腐还有水 你这水不会多吗 俩都放里吗 不多 砍走点水分是吧 要不然这冰太多了 拿完早点就没事了 嗯 早点花了 是的 这个是冻豆腐 没法砍了 先炖个20分钟 要炖那么久吗 还没开呢 起来包 下开起来 他俩就在这待着 起来 外边菜先炖着 然后吃一个黏豆包 刚出炉的黏豆包 这个是糯米馅的 糯米馅的 不是 糯米皮的 银豆馅 小心点 感觉没汤了 没汤就行是吧 嗯 就这样吃吧 嗯 你不要再炖一会了 不炖了 就这吧 就这吧 嗯 但是味道还是 其实豆腐应该多炖一会 冻豆腐还要多炖呢 外边冷屋里热 所以这个 就会产生冒烟这种现象 开始用盆上了呀 今天就用盆上了啊 就这一个菜 现在外边天已经黑了 一开门啊 都有很大的这个白烟 雾气 咱里面现在温度是 还能看紧点啊 你能看紧点 那就行 外边现在温度是零下三十多度 四十度 四十一 今天四十一度呀 啊 这是最低气温 白天的话就是最高温度是零下二十度 走吧快进屋吧 你这一开门一进门 雾气糟糟的 别出去了吧 吃饭吧 然后晚晚餐 一大盆 也是飞达飞飞的一天 你尝一口呢 你尝 你尝 咸淡淡淡 正好 味道还行 是不是啊 嗯 嗯 我们家这一盆菜 吃光光干干净净的 一点都不剩 哈哈 我还没吃完 没有我叔叔还没有吃完呢 熬这样比较下菜 啊 我一直在吃菜 对对对对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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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